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一起来走这条成圣之道 记住了 这本小册子叫圣经自修课程 圣经自修课程 希望你记住了 好 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 迦勒狗生命的教训 也许你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啊 因为加勒这个名字啊 在圣经原文 希伯来文呢 就是狗的意思 旧约当中的人名总是有它一定的意思的 旧约当中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有意思的 那为什么一个人的名字叫狗呢 那今天给他讲了个题目啊 就是回答这个问题了 首先一般来说 在中东 狗不是被人看中的 基本上来说 狗是很容易被虐待的一种动物了 从来没有人好而得喂养它的 没有人带它出去散步 人们还习惯用石头去打它 所以取名叫狗 并不是什么很受尊重的头衔哦 但是这却是加勒的名字哦 就是这样 就是它的名字 我们先看看它的生命的经历吧 然后再解释 它为什么叫做狗 在《明书记》的十三章第六节 说到被派去应许之地 做探子的十二个人民的时候啊 说到属犹大支派的 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 然后经文就继续描写 探子们怎么样的进到应许之地 又怎么样回来的了 他们带回来的报告呢 那是记载在《明书记》的十三章 二十七到三十三节里头的 他们带回给摩西的报告是怎么样的呢 那圣经这么记载说到 又告诉摩西说 我们到了你所打伐我们去的那地 果然是流乃与蜜之地呀 这就是那地的果子 然而住在那地的民强壮 诚意也坚固宽大 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 亚玛利人住在南地 赫人耶布斯人 亚摩利人住在山地 迦南人住在海边 并约旦河旁 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 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 我们足能得胜 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 我们不能去攻击那民啊 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 探子中有人论到 所窥探之地 向以色列报恶性说 我们所窥探金国之地 是吞吃居民之地 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 都身量高大 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 就是伟人 他们是伟人的后裔 据我们看自己 就如蚱蒙一样 据他们看我们 也是如此 好了 他们同时带回了 以色歌谷的一只葡萄树 给众人看啊 也说啊 那里有亚纳族物 是指巨人的意思咯 人们听完以后 就开始抗议起来咯 但是注意 这里的两种相反的报告 有一种说啊 我们可以去夺取这地 有一种说法了 我们不能去 那所以啊 人们就开始说了 我们根本不能夺取这地了 在民书记的十四章 接着在头十节 说的这两种报告的结果 那经文这么记载说了 当下 全会众大声喧嚷 那夜百姓都哭嚎 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 全会众对他们说 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 或是死在这旷野 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 使我们倒在刀下呢 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 我们回埃及去 岂不好吗 众人彼此说 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 回埃及去吧 摩西亚伦就俯伏在 以色列全会中面前 窥探地的人中 嫩的儿子越书亚 和耶夫尼的儿子迦勒 撕裂衣服 对以色列全会中说 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 是极美之地 耶和华若喜悦我们 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 把地赐给我们 那地原是流奶于蜜之地 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 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 并且硬蔽他们的 已经离开他们 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不要怕他们 但全会中说 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 忽然耶和华的荣光 在会幕中向 以色列众人显现 那么再接着我们可以 从民数记的 十四章二十六到三十八节当中 得到主对这个情形的回应 这一切对我们 都是非常重要的功课 他们不但是远古的历史事实 好我们看看圣经这么记载说的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 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 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 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 我都听见了 你们告诉他们 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我必照你们打到我耳中的话 带你们 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 并且你们中间 凡被数点 从二十岁以外 向我发怨言的 必不得进我启示 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 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 和嫩的儿子越书亚 才能进去 但你们的妇人孩子 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 我必把他们领进去 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 至于你们 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 你们的儿女 必在旷野漂流四十年 担当你们隐行的罪 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 按你们窥探那地的四十日 一年顶一日 你们要担当罪那四十年 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 我耶和华说过 我总要这样带着一切聚集 敌我的恶会众 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 在这里死亡 摩西所打发 窥探那地的人回来 报那地的恶性 叫全会众向摩西发怨言 这些报恶性的人 都遭瘟疫 死在耶和华面前 其中唯有嫩的儿子越书亚 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 仍然存活 好了 你看到了 这是非常严肃的事 值得我们好好的思想 如果现在神对你说 我必要照你 所答的我耳中的话对你 哎呀 你想想 有多少人会感觉到开心的呢 另外在真言书的十八章 二十一节上半段来说到 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呀 基本上来说 我们是借着口中所说的话 定夺我们自己的命运的 这十二个探子都定夺了自己的命运 是他们自己定的 试想想啊 你在过去的四十八个小时里头 所说的话吧 如果神对你说 我必要照你答到我耳中的话来带你 你会开心吗 在马太福音的第九章 二十九节当中 耶稣对一些前来求他祷告的人说 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 你看到了 主耶稣对谁说这个话 有选择的 假如他今天 现在就对你说 照着你的信给你成全了吧 那么对你来说是祝福还是咒诅呢 你是怎么样想自己 怎么样说自己的呢 你的脑海里头 想的尽是些什么呢 你嘴巴里头说出来尽是些什么样的话呢 是消极的还是极其的话呢 你所说的是高举了耶稣吗 你宣告经文吗 你凭着信心说话还是只是你一个思想消极言谈消极的人呢 如果神对你说 我必照你五年以来达到我耳中的话对待你 那会是祝福吗 我们周围有很多人说话是很消极的 连些信徒也是这样的 他们因为自己所说的话 定夺了自己的命运 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 已经犯下了一桩很可恨的罪呀 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 敬拜起来了 神没有说 因为你们造了金牛犊 所以我不把你们带到英雄之地 他因为那罪惩罚了他们 不过这个惩罚了 不是不带他们进入英雄之地 但是当他们说 我们不能上去得那地 这个时候神就把他们斩除了 这些适用于现代的以色列人 他们的罪就是在不相信神的英雄 罪令神恼怒的就是 我们不相信他 说要给我们做的事 罪令神生气的不是人去犯罪 那已经够糟糕的了 但是当人看清神的恩典的时候 他就真的生气了 神会拒绝他们的 在以色列身上 也发生过同样的事哦 因为他看清了自己长子的名分 神后来就说啊 我勿以色 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罪人 而是因为他轻看了神恩典的赐予啊 我们当要祷告 不要轻看神的应许 这是一个非常现代的问题啊 神不祝福罪呀 但是最令神生气的是 拒绝他的恩典的人 神附上了无限的痛苦 为你提供了一些事情 并且把它赐给你了 但是你就说啊 哎我不想要啊 你知道吗 你这是会令神生气的 这是最令神生气的一种罪了 我们都是罪人 都需要神的怜悯 但是当我们故意当着神的面说 神啊你的好意 我谢了 不过我不需要啊 这样 神就不会再有怜悯 胜给你了 我希望你不会犯以下那种可怕的错误啊 那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当中所说的 我又告诉你们 凡人所说的闲话 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公出来 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 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 在审判的日子 人所说过的每一句闲话必要句句公出来的 我听人们多次的讲啊 哎 我是随便开着玩笑说的 哎 别当真的啊 我知道这样说不好啊 哎 但是我只是说着玩的 那要注意了 耶稣所说的正是这样的话呀 闲话 没有实在意义的话 主说凡人所说的闲话 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公出来啊 神赦免我们的罪 但并不一定取消他的后果啊 骄傲是我们许多罪的根源啊 也会有他带来的结果的 现在我们接着来看迦勒了 迦勒的本质是什么呢 为什么叫他做狗呢 迦勒里面的狗的性情是什么呢 圣经当中五次说他专一跟从主 好 我们来把这几节经文读住 然后再来思想狗 民述记的十四章二十四节主说 唯独我的仆人迦勒 因他另有一个心智 专一跟从我 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 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 可见 加勒是另有一个心智 这个心智使他专一跟从主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民述记的三十二章 十一到十二节 这里又是主在说话了 经文说 凡从埃及上来二十岁以外的人 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 以撒亚各启示应许之地 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 唯有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迦勒 和嫩的儿子越书亚 可以看见 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生命纪的第一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当中 又是主说的话 圣经这么记载说 这恶世代的人 连一个也不得见我 岂是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帝 唯有耶夫尼的儿子迦勒 必得看见 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 赐给他和他的子孙 因为他专心跟从我 好 我们再来看看约书亚记的十四章八到九节 这是约书亚自己的见证 圣经这么记载说 然而 同我上去的众弟兄 使百姓的心消化 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 当日摩西启示说 你只要所踏之地 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 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 在同一章 也就是约书亚记十四章 十四节又说 所以 为什么神把希伯伦给他的子孙呢 因为他专一的跟从主啊 问题就是你专一跟从主了吗 现在让我们首先来思想什么是基督教的实质了 用四个字概括起来的就是跟随耶稣 不是跟随教义 而是跟随一个人 教义虽然很重要 但不是主要的 如果把教义放在关系之前 就会出现大问题了 但是关系是主要的 教义是次要的 那 要知道福音呢 还是不够的 必须要与次福音的神有关系呀 保罗在生命临终之前 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 十二节下半段那说 因为我知道我信的是谁 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那注意了 信心 在希伯来文当中的意思不是相信呢 而是忠心 有人说主耶稣在登山保训当中 不是论我们相信什么 而是论我们怎么样生活 这才是主要的 我们要回到那里去看一看 那登山保训不是谈教义 而是谈我们的举止 也就是说谈人的行为 我们看一些新约的例子 马太福音九章第九节当中 耶稣对马太说 你跟从我来 所传的最短的福音信息 就是你跟从我来这句话了 他只需要说上这么一句话 那当然了 这是取决他是谁了 但用四个字来形容基督教的实度呢 就是跟从耶稣 跟从耶稣 而不是跟从教义 那下一个场景就是 来到了加利利海边了 耶稣告诉在那里打鱼的人 在什么地方下往 然后他在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 十八节那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你年少的时候 自己树上带子随意往来 但年老的时候 你要伸出手来 别人要把你树上 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信息当中有三次说的这句话 那就是你跟从我 你跟从我 那么加了这个称为狗的人 给我们立下了什么样的榜样呢 好 我们来谈一谈 受训练的狗 就是由一个主人所拥有的狗 我们是专门谈这种狗的 训练的目的是什么呢 一个真正忠实于尾身的狗 这只狗呢 是委身他的主人的 他跟主人的关系 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首先是守在主人的旁边 拥有狗的人都会知道的 那主人在屋子里头一坐下来 狗就在主人的脚下 就躺下 躺在主人的身边了 主人一旦站起来 换一个地方坐下的话 狗也会懒洋洋的 伸伸腰 也爬起来 重新躺在主人的旁边 那这就是狗跟随的动作 这是第一点 基督徒生命当中 第一首要的大事 就是要靠近耶稣 如果我们以靠近耶稣 这为目标的话 就不会出错了 主人往哪儿去 狗就往哪儿去 只要主人一抖动 牵狗的皮带 狗就马上起来 不问时间 不问去向 总是跟随着的 他一心要跟随他的主人 不问问题 在沙漠里头的迦南说 我的同胞以色列人 丧失了去阴雪之地的希望 他们失落了 但是他们也得要继续的往前 不论是四十天 四十个星期 四十个月 还是四十年 对我都是一样的 我要跟随主 无论主到哪里去 我都跟着 这就是迦南生命的目的 狗的第一个特征 跟真基督徒是一样的 在哥连多后书 五章七节经文说 因我们行事为人 是凭着信心 不是凭着眼见 你知道吗 狗基本上不是依靠 他的眼睛的 有一本书啊 书名叫 盲目的勇气 讲的是一个盲人基督徒 他很感激主的救恩 于是就问主说 主啊 我想问你做一些事 你想要我做什么呢 主叫他走二千多英里的山路 他说啊 哎呀那不可能吧 不是的吧 每一次他就问了 主啊 你想让我做些什么呢 回答总是走那条山路吧 所以他就带着引路的狗出发了 没有其他的伙伴 只有一只狗 一只带路的狗 就个盲人走完了二千英里的崎岖的山路 这是他对这条狗的评价 他说啊 论到感官的轻重次序 我在领路的狗 是先靠鼻子 第二靠耳朵 最后才靠眼睛去探路的 他是靠嗅觉 不是靠眼睛 那么另外一位培训狗的 一位人啊 一位人士啊 专门培训那些搜索急救狗的人 他这样描写 人与狗的嗅觉的差别 他说 人身上流出的汗当中啊 含有一种钉酸 如果有那么一小笛的汗 洒在一座十层楼的楼房里头 人只能在流出的那一刻闻到 但同样的量就这么一滴啊 如果洒在一个大城市里头呢 狗是可以在任何地方闻到的 即使在九十米高度也能闻到 那这是不是很惊人啊 这是研究人员所说的啊 不是人瞎猜的 所以你有这样的好的嗅觉没有呢 我相信任何人都没有的 你可以通过你里面的声音告诉你主在哪里 你不能凭眼见 你不能凭眼见而知道怎么样找到主的 狗的特征是紧随不舍呀 加勒和越书亚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 在于他们的执着狗一般的勇气和信心 他就是我们的榜样 紧紧的跟随主 有人会告诉你啊 承受应许只需要信心啊 但这不是圣经所说的 你还需要另外一样东西啊 在西伯来书的第六章十二节说啊 并且不懈怠 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 那可见呢 光有信心还不足够的 还要加上忍耐 也是耐心了 性格的培养需要时间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一切求快的时代 但性格的培养是快不来的 那相比恩赐来说啊 主更重视人的性格 恩赐一点点也不能够改变人的性格的 那其实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啊 最危险的一件事啊 就是突然间领受了一个属灵的恩赐 因为许多人呢 依靠恩赐来代替性格啊 当一个人离开了时间 跨入了永恒的时候 恩典都会留下的 所能带走的只有你的性格了 性格的发展没有立刻的 需要信心和耐心 训练狗跟随主人不容易啊 但相对来说啊 还是比较容易的 训练狗等候就更难了 你有没有见过一只狗 在一家大百合公司的门口的事呢 坐在那儿 它就坐在那耐心的 它在一个一个闻进去出来的人 但却坐着不动 这样的狗一定是一位很好性格的主人 主人是训练狗的人啊 基督徒也是这样的 我们需要接受训练 才能够跟随 但是我们更需要去训练我们的等待 耐心的等待 我问过许多基督徒 工作和等待 哪一个更需要信心呢 没有一个人说工作更需要信心的 信心的真正试炼是在于等待了 一只好狗不仅受训跟随他的主人 也受训练要等待他的主人 主人不会告诉他到商店里去做什么 进去要多长的时间 不会告诉他的 只是告诉他在那儿等着 当我们到了一定的属灵成熟的程度 神就会说 等在这里吧 他不会告诉你 他要做什么 也不会向你做出解释的 他只是想要你知道 是不是受过训练 还是随便跟一个不是你主人的人跑开了 记住 等待是性格的训练 关于狗的另外一个形象就是 当狗失去主人的时候 你见过这样的狗吗 他会拖着尾巴 不断的跑到每个人跟前 闻闻这个 闻闻那个 兜兜圈到处闻啊 闻不到他的主人 啊 那真是很灰心啊 丧气啊 因为找不到主人了 他丢失了 他跟主人失去了联系了 那么你想一想 在我们当中 有些人就是这个样子的 他失去了与耶稣的联系 如果是你的话 你现在仍然是基督徒 是狗 却失去了跟你主人的联系 这种情形 是怎么样的呢 你东跑跑西跑跑 闻闻这个闻闻那个啊 却找不到想要找的东西啊 你永远不能从东西当中 得到满足的 你所需要的是 恢复你与耶稣之间的关系 在和西阿书的六章第一节 上半节那说到 来吧 我们归向耶和华 这正是我们当中 有些人所需要做的 那就是回归 你失落了 失去了联系了 你知道耶稣 知道他是谁 知道他对你是多么的好 但是你却没有与他同在 你跟他失去了亲密的关系 对不对 无论你承不承认 这对一些人说 都是真实的 好了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 那下一讲啊 我们要继续这个题目 把迦乐狗的生命 这个教训呢 把它讲完 最后再次提醒你 圣经自修课程小册子 是免费送给你的 欢迎来信索取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愿神赐福给你 请不吝点赞福给你 请不吝点赞福给你 请不吝点赞福给你